猛龙在下半场狂轰73分 最终击败了残阵爵士 拿到了一场胜利 火箭气将豪斯代表爵士完成了首秀 他上场25分钟 砍下13分 四板 四助攻 还有一记漂亮的封盖 投篮7中4 3分6中3 罚球2中2 考虑到豪斯才加入爵士不久 没怎么合练 他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之前爵士官宣豪斯加盟 并对他表示了欢迎 官网确认他得到的是一份十天合同 目前豪斯在爵士官网上的头像 还是穿着火箭球衣 毕竟还是临时攻嘛 豪斯本场在进攻端的表现相当效率 相信他的三分投篮 传球都会给主教练施奈德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如果他能保持这样的表现 有望从爵士得到一份正式合同 猛龙也有一名火箭旧将 他是DJ威尔森 这位空间型内线火线加盟 场均8分 4.7板1.3 助攻1.3抢断 不得不说主教练纳斯 还是有点东西的 比纳神强 他带着这只平民猛龙继续冲击季后赛 美眉Fansto之招火箭和猛龙 做一笔双赢交易 武德哥登换西亚卡姆 猛龙曾经想把西亚卡姆当成核心来培养 没想到他没有当老大的实力 这位27岁身高 2米03的前锋本赛季场 均20.3分8.3板 4.4助攻0.9 抢断0.8封盖 投篮命中率47.9% 三分命中率32.1% 罚球命中率71.6% 四年1.37亿美元的合同会在2024年到期 猛龙的年轻风险不少 阿努·洛比和巴恩斯都是天赋满满 阿丘瓦和杜边雄泰也能时不时打出一些亮眼的表现 西亚卡姆并不在猛龙的长期计划当中了 之前就有一些NBA记者表示西亚卡姆其实很适合火箭的 武德太飘了 偏偏他又没有当机时的实力 内讧事件后多家美国媒体都认为他在火箭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戈登虽然没有嘴上没有明说 但ESPN的记者了解到这位超级第六人 想加盟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 武德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他还可以保护篮板 戈登攻防一体 季后赛经验丰富 可以帮助年轻球员 这两人也比较适合猛龙 此前美国媒体透露火箭总经理思通 还是希望能用武德和戈登换到首轮选秀权和年轻球员 他对于长期的大合同并不是很有兴趣 不知道他现在的想法有没有改变